好嘞 我们现在进入的是 form 4 chapter 3 的3.2 的部分 simultaneous equation involve one linear equation and one non-linear equation 这一个东西呢 它其实是在旧的课程的时候 它simultaneous的那一刻就只有这个东西而已 而在新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就有3.1 也就是它是 simultaneous 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in 3 variables 它是linear的然后它有XYZ 这样三个equation 三个unknown这样的题目 然后那个是3.1 3.1的部分我已经讲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要讲的是3.2 3.2这一边呢 它是一个linear一个non-linear 然后它在这一边 soft simultaneous equation involve one linear equation and one non-linear equation的时候呢 它讲我们可以用elimination method substitution method 和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method 其实课本它也是这样写 可是事实上呢 真正来讲啦 我们主要是在用这substitution method ok 然后很多题目其实elimination method 是做不到的 然后graphical method呢 我们 不可能跑去每一题画graph 所以graphical method呢 我们在用电脑来做可以啦 然后可是呢 你要的自己去 solve 这种题目的时候呢 最后我们从头到尾 都是在用这substitution method 所以我很注重学生 一定要掌握substitution method 在前面的部分也是substitution method 代入小原法 然后 来到这一边的时候也是代入 在这一边我们要懂什么是non-linear non-linear就是有x2 y2 xy1x1yx1y 有1y一样东西 就是non-linear了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的example5 solve the fooling simultaneous equation by usingelimination method 还有我们用那个加减效原法 好奇怪的一种做法 呃 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spm他是不会正常啊 正常正常他是不会限定你用什么方法 可是这一题呢 他限定我们用elimination method的时候呢 呃 我们就只好用elimination method 还是我们就任性的不要管他 啊我们还是用substitution method呢 呃 我觉得我我我我就任性的 我不要用elimination method 而改成那一个substitution method ok 把这一个改成substitution method sub 呃 stitution ok sub stitution method s o v sti 然后substitution method so我们用substitution method 我们不要用elimination method 因为elimination method不是这一个的主轴 当你的题目变得很复杂的时候呢 他是不能够用elimination method 我们不要管elimination method 因为我懂有一样东西叫做先入为主 你一开始你用elimination method 把东西变得很复杂 好像把东西变得觉得很难的时候呢 你接下来学习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难 或者是你倾向于用substitution 那个elimination method 不 我还是不要 我要的是substitution 我们的主轴是substitution method so我们在这一边呢 他的那个是一个linear equation 一个是non-linear equation ok 就是说这个是linear的 这个是non-linear的 为什么non-linear还有x squared 在我们做这种题目的时候呢 我们要从linear的写成新的equation 就是说from equation1 我拿到的是5x 等于6加2y 所以我的x会是等于6加2y除5 这个是我的equation tree 然后接着呢 我就把我的这个linear的substitution non-linear里面 然后我就在这一边 我sub我的equation tree into我的equation2的时候 他就有6加 哦 哦 在这一边呢 我 我觉得我刚刚换的时候呢 我不应该这样换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这一边呢 他有x squared x和y 如果我写成x的情况之下 我要sub 两个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也搬过来 所以他变成5x-6等于2y 所以我的y会是等于5x-6除2 这个变成我equation3 然后有y的地方 就是说在这一边他的这个有y的地方 我们把刚刚的这个这样放进去 你看你只要放一次就可以了 比起刚才容易很多 所以我就有x squared-3x加 这个5x-6over2等于11 然后这一边他有2 所以我乘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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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一起乘2 越越 所以他就会变成2x squared-6x加5x-6等于22 然后我把我的这个22帮过来 所以他就变成2x squared-x-28等于0 ok 然后我们有4728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其实就可以开挂弧 ok我开挂弧 我在这一边我这一个就有x和2x 然后4728-8加7等于0 所以我的x squared是等于4 我的x squared是等于减7和2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把我的这个4放进这一边 我sub我的x等于4 into我的equation3的时候 我就有y等于5乘4-6除2 5乘20-4就会变成14和27 然后我也可以sub我的那个x等于减7和2 into我的equation3的时候 我的y会变成5-7和2-6 over2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他就是5乘 negative7和2 然后再来-6 over2 所以他答案是减47和4 减47和4 减47和4 或者是 然后他刚刚的这个是-11 又3和4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这一题他的答案呢 我们可以看那个 的参考书的答案是-7和2 x等于减7和2的时候 y是减47和4 x等于4的时候 y等于7 x等于4的时候 y等于7 所以我们在做这种题目呢 你做完之后啦 我会要求我的学生这样写 就是你到了最后的时候 你在这边写 我的x会是等于4 还有那个x等于减7和2 我的y x等于4的时候 他y会是等于7 OK 但是 我我觉得应该是xy这样来写 就是说我的x等于4的时候 y等于7 or x等于 那个减7和2的时候 y等于减47和4 就是这样 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写法 接着我们看example6 他要我们solve 这一个simultaneous equation 用substitution method 然后他要give your answer correct to 3 decimal place so同样的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在这一边讲 这个是equation1 这个是equation2 so 我from equation1 这个是linear 这个是nonlinear from equation1 我拿到的是y等于1加3x 这个变成我equation3 然后我sub我的equation3 into我的equation2里面 就是说我的这一个 y等于这一个东西 有y的我就跟他放进去 so我有y的跟他放进去的时候呢 在这一边 呃他就很好玩了 他就会变成了 这一个1加3x的square -2x挂弧 1加3x 加7x等于6 所以他这一个呢 会变成1加6x加9 5-2x -6x 加7x -6等于0 所以他变成-6x 加13x 是吗不是不是13 加11x ok 7加63-21x 然后1加90 然后再加4等于0 所以我就有这个全部都成-1 6x2-11x 然后再减4等于0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3 428 ok so在这一边我开挂弧 是开挂弧吗 是 等于0 我这一边是有2x 3x 414428 然后 减8 ok ok好 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题目 在这一个地方 他有告诉你 然后有 give your answer correct to 3 decimal place 的时候呢 其实他就已经暗示你 这一种题目开不到挂弧了 你看我们在计算机里面你按Mode 然后你去Equation A的Equation 然后他这个是属于Polynomia 你按第2个Polynomia 然后他的degree是2 然后你的这个x2是6等于-11等于 然后再减4等于的时候 你看你拿到答案会是这样 11加square root217 per 12 然后他就会变成2.144 3 decimal place 3个小数位 所以他要的是3个小数位 ok 然后另外一个呢 他是这样 减 so 3个小数位 然后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老师 到底在这一边 其实这一边呢 他有 几样东西是我要去跟你们加强了 首先第一样东西是这个这样乘 这个没有问题咯 然后我的1加3x的square呢 我会变成1加6x加9 他的原因是这样 我的1加3x的square 他会变成1加3x 然后再乘1加3x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样乘乘乘乘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了那个1加3x加3x加9x square 所以他就会变成1加6x加9x square ok 1加6x加9x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可是我能够从这一边直接变这个呢 是因为我有要求我的学生在form2的时候就看到这个 a加b的square 会变成a2加2ab加b square 口诀是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 ok 然后 在这一边呢 如果我们要再加强这一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这一个是这样的 就是说 呃 在这一边的时候 呃 等下 好啊 在这一边我这样 刚刚刚这样写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样东西 就是说 哎 我这一个其实是x square 所以9x square-6x square他变成3x square ok 所以他这边会变成3x square 然后过后呢就6加7 然后再减2 所以他这一边6加7减2 那就变成加11x 然后1-9 就这减5 等等 所以我们的刚刚的这一个呢 他是3等于11等于减5等于 然后拿到的是这样 0.4089 还有这个是negative4点多 ok 来我们看一下他这一边的答案是negative4.9 跟这个是对了 ok so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是怎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有a加b的square 他变成a加b 乘a加b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这个乘乘乘乘 所以他这一边就会变成a square加ab加ab再加b square 所以他变成a square加2ab再加b square 如果我这个是减的话 他就会变成减减减2ab 然后他的口诀呢我自己本身 呃 偏给我的学生的口诀是前平方 ok 然后后平方 然后前后两倍在中央 ok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是a的square 然后接着b的square 就是前平方后平方哦 然后你在自己手指放一个2 2×ab在中间 所以他是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就是这样 假设我刚刚的这一边我的这个我就是1加3x嘛 所以1的square 3x的square9x2×366x在中间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 然后如果我在这一边我有2x加3的square的时候 他会变成4x 加12x加9 224 4x3 339 9 2×244×32 12x在中间 然后如果有3x-5的时候 我就有9x2-30x加25 9x2的square3x2 5的square25 然后 25×3-30在中间 ok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我的后面永远都是positive 然后我中间是加中间是加中间是减中间是减前后永远都是加的 然后如果我在这一边我有一个什么7加那个3y的square的时候他变成49 加236674242y加9y的square ok 然后我还有这一个5-4x的square的时候才变成25-40x加16x 前平方后平方25×5-40x在中间 所以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是这一个我们时常会用到的一个东西就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 ok 在这一边呢 接着另一个东西是这一个 这一个他怎样变成这种小数的答案 而我刚刚的那个计算机出来的答案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一个呢其实是在我们的那个什么form 4 chapter2的quadratic equation的部分 会学到的就是说我的form4 chapter2的mx的quadratic equation那边 我们有学到就是说我有ax2 加bx 加c等于0的时候 我的x呢会是-b 加-square root b2-4ac over 2a 这个formula我们原本是在第2课学到然后这边在第3课用 可是我一开始教你们的时候我们是教你第3课 ok 所以 呃我们这一边要配这个formula 5 over 2 over 2 3 所以 呃我们的这一边的时候呢 刚刚这个是这样的 他是你看他这一个是-11加square root 181 然后另外一个是-11-square root 181 ok 然后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你看在这一边这个是-11啊 加减 然后square root 我的这一边我的那一个 呃 mode 在这一边我的这一个东西 ok 我的 呃 mode 一我回到他是11的square -4乘3 乘-5 他会变成181啊 所以他这一边会变成181 over 6 所以加减是什么呢 加减就是加一次减一次 -11加square root181 over6 或-11-square root181 over6 所以你这样写了之后 你直接写的这个他要3 decimal place吗 敬畏 3 decimal place 敬畏 所以他这一个会变成0.409 还有 negative 4.076 然后我就可以sub 我的那个x等于0.409 into我的equation3的时候 ok 然后我就可以拿到我的那个 这个y呢 会是等于1加3乘0.409 所以我在这一边1加3乘0.409 所以我拿到的是这个2.227 2.227 然后同样的我sub我的y 在我的x等于negative0.4 negative4.076 into我的equation3的时候 我的y会是1加3乘4.076 所以我在这一边 所以我在这一边他这一个1加3 乘 这个是 呃 negative4.076 然后我拿到的会是等于11.228 negative11.228 所以在这一边我的conclusion就是我的x等于0.409的时候 我的y是2.227 我的x等于negative4.076的时候我的y等于negative11.228 ok 然后这个答案呢 跟这个参考书提供了这个答案 deful solution 你你在考试的时候你不用写到这样了 ok你像我这样写就可以了 就是说我的x等于0.409 y等于2.227 x等于- 0 4.076 y等于negative11.228 8 ok 228 那这一边呢 这个他他有一点点问题 ok 好 就是这个是 的我还是用那一个 substitution method example7 我也用substitution method ok 虽然讲题目呢 还是让我们用那个 他是让我们用graphical method okgraphical method呢就是画graph 然后我们不要管其他方法先 我们今天 就只 看 那个 substitution method 带入小缘法而已 所以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我equation1 这个是我equation2 我把我的y搬过去 from equation1 记得我这边这个是linear 这个是nonlinear 我一定是从linear的写成x等于什么 y什么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y等于 3x-4 这个变成我equation trade 所以接着呢我就可以sub我的equation trade into我的equation2 所以他变成x2加x-3x-4-12等于0 所以他变成x2加x-3x-4-12等于0 所以他变成x2-2x-8等于0 然后我们在这边开挂弧 我就xx 然后248-4加2等于0 所以我的x加2等于0 so x等于negative2 x-4等于0的时候x等于4 所以我拿到这一个的时候 我就可以sub我的x等于-2 into我equation3 我的y会是3乘-2-4 -6-4-10 然后我sub我的x等于4 into我的equation3的时候 y等于3乘4-4才变成8 所以我的x等于-2的时候 y等于-10 x等于4的时候 y等于8 所以-2-10 48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呃 他 怎样来检查答案呢 我们用desmos graphical method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题目要的是什么东西 题目要的是 这一个 他是equation你造写 3x-y-4等于0 那个-4你不用等于0等于0 这样 这一个是一条直线 照写 x square 然后加x-y-12等于0 好 所以他graph是这样啊 然后我们的graph变成这样之后呢 我们其实可以在这边看得到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ok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他是减20 是吧 ok 所以在这一边 我们可以从graph这边找到这一个 这个是我的答案 ok 然后我从graph里面找到这个答案的时候呢 呃 他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ok 他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题目他有讲要写成 他只是叫我们soft罢了 他叫我们soft的时候呢 他没有叫我们 把他那个写成coordinate的form so 在我们写最终的答案的时候呢 有一些老师他是喜欢写x了 再写xy了再写y 我自己喜欢写x对应的y 然后再x对应的y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题目呢 他要我们把它写成coordinate的 就是说我的这个 他对应的coordinate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这个x等于-2 y等于-10的时候 他对应的coordinate是-2-10 他对应的coordinate是4-8 所以你看4-8-2-10 ok 然后这个东西他其实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样我们刚刚的这个equation是这样的 ok好 呃 呃 这一个呢 就是他其实是可以用graph 就是说我们的第一个equation linear的画出来是一条直线 quantatic我们画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 shape 的那个graph 然后这个quantatic的graph呢 其实我们在 modermax的第一课有学怎样画他graph 然后 mx的第二课我们也有学怎样画这个graph 所以modermax跟mx他们之间是有 有连贯性的就是说你的modermax的基础 打好你去mx的时候呢 他就会 呃 比较容易上手 然后你的那个 呃mx你 稳了的时候你再去做mx的时候你就很轻松 所以他们之间是有连贯性的 所以我要求我的学生上我的mx 他一定要上我的modermax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ok 然后其实我们刚刚的这一题也是这样的 这一题如果我要用graphic method 也是可以拿到很漂亮的那个答案的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这个是什么 x2-3x 哦在这一边他是 -3x 加 y等于11 然后这一个是什么 5x-2y等于6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一边 这一个还是这一边 4 7 跟-3.5 这样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有这一个东西 还有这个东西 所以如果我用graphic method 来 solve 这一题的话 我们拿到的是这一个 ok 所以这一个其实我们可以用graphic method 我们也也是能够用graphic method 来找到他的答案 就是说我这一边我要检查答案的时候 你看 4 7 4 7 然后-7.2就-3.5 -47 这个是-11.75啊 对 然后我的这一题下面的这一题 这一个 呃我这一边我有y square ok 我有y square so他是y square 然后-2xy 然后加7x等于6 ok 然后 接着这个是等于1 然后他是y-3xy-3x等于1 y-3x等于1 啊 so这一种题目你不可能graphic 个了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这样 这样 哦 好神奇的一个graph 好神奇的一个graph 你让我自己画这个graph 我画不出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一个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的这一个的答案是0.409 然后2.227-4.076-11.227 所以你在考试的时候你要检查答案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检查答案啊 就是graphic method的一种方法啦 so像我们刚刚的这一个我我在 呃 这一边我心里想我这个是这样 哦 这样 是这样吗 刚才是这一个 这一边是这一个 嗯 什么啦 发生了什么事 哦 哦 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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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他是这样啊 啊 这样 这样 这一边 我用我的mouse来zoom 他可以zoom in zoom out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这个是graphic method 就是说你把它的graph画出来 当然在学校考试的时候你不可能去用graph的吗 ok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要学的方法是substitution method 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用desmos这个software 然后用graphic method的方法 然后这一边有两个基础是你必须需要 呃会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这个东西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mx的formular就是说我有这一个ax2加bx加c等于0 然后过后呢你就要把它写成这个x等于减b加c等于4ac2a的这个formular 这个是我们需要会的ok 然后我的这一边的这一个呢 其实 呃这一个 我们很多计算机全部的计算机都可以做得到了 如果我这一个是570ms的话我这一边 我就按mode 再按mode 再按mode他就是equation第一个 然后他是 哎不是他在这边mode mode mode mode第一个equation unknown我们不要unknown okay你可以看到他这边有一个 呃符号是去下一面你的暗去下一面 degrees degrees2 然后degrees2的时候这边3 等于 11 等于-5 等于 所以我就可以拿到这一个0.409 还有 这一个negative 4.076 ok 就是这样 好 然后我们还有这一个 这一个是canon的 canon的情况之下我们按摩 第五 equation 然后下来这一边 quadratic equation 第一个 然后我的a是什么 3等于11等于-5等于再等于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这一个他写到的是属于这种 sert的form ok 然后我们直接按stft 然后他就变成小数 然后他下一个这边也是小数 对他的答案就是这样 然后如果我们用的是570es的情况 我们在这边有mode 然后第五个equation 然后他是ax2加bx加c等于0 这是第三个 然后我的a是什么 a是3 b是多少 11 c是多少 -5 所以我拿到答案是 0.409 还有-4.076 就是这样 好来我们看 try this 3.2的练习 他叫我们sert using elimination method 我不管我还是用substitution method 然后他说correct to 3 decimates place if necessary 所以这个是我equation1 这个是我equation2 这个是linear这个是nonlinear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呃 我可以把它y帮过去 8帮过来 所以我的from equation1 我拿到的是3x-8等于y 所以y等于3x-8 这个会变成我equation3 然后我们sub我们的equation3 into我的equation2里面 他就会变成x yx3x-8 -4 3x-8 等于20 然后我这一边这样乘乘乘乘 所以他这一个就会变成3x2 -8x-12x 加24 -20等于0 所以我们就有3x2 -20x 加4等于0 我有做错吗 呃 呃 这一边我看一下3 3x2-8x-12x 然后加8是32 我写错了 这个是32 8是32 ok 加32 所以这个是12 ok 呃 38 23 42 36 18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这个就会等于0 x 跟3x 然后6 22 减 减 所以我的x等于6 然后我的x等于23 3 然后我sub我的x等于6 into我的equation tree里面 我的y会是等于3x6-8 368 这个是10 so我sub我的x等于203 into equation3的时候 我的y会是等于3x2x3-8 所以他变成-6 所以在这一边我的x等于6的时候 y 会是等于10 然后我的x等于203的时候 我的y会是等于-6 好 在这一边呢 呃 我这一题我有学生怎样做呢 我有学生把它写成这样 就是他的equation1 这个linear的搬过来的时候 然后他再把它除下去 他变成有分数 可是他这样做他有好处哦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要x sub一次而已 然后他处理掉全部一起乘3之后呢 他就可以直接拿到y ok 好 在这一边我是怎样呢 我是在这一边 我把它写成这个y等于这个的时候 我y需要sub两次 好 这一个地方呢 我们 我们就牵涉到选择 有一种东西叫做选择 假设我这一边我有一个东西是 3x加y等于4 然后我这一边呢 他有那个什么 呃 等下 好 在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种case 第一个这个是我equation1 是linear的 都是equation1是linear 这个是我equation2 是linear的 ok equation2是linear的 ok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ok 我们 有 那个 呃 什么3x加y等于4的时候 这个很明显呢 我把它写成y y 就是说from 我的equation 拿到的是y等于4-3x 这个变成我equation3 然后我sub我的3 into2的时候 我就会变成x2加3 3乘4-3x 等于4 这样就很简单了吗 我的y而已吗 我就单纯的y放一次而已啊 然后在这一边的这一题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个题目 如果你能够很轻易的把它写成y的话 你可以选择让他写成y 然后可是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3x加2y等于5的时候 他都没有讲哪里一个是比较容易 可是你在这一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哎我这一个y 我suby进去的时候他比较简单 如果我subx进去的时候 我还有一个x2的存在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还是一样from equation1的时候 我把这一个搬过去 我拿到的是2y等于物件3x 我的y等于物件3x over 2 这个变成我equation3 ok 所以我们sub 那个3into2的时候 我就有x2加3挂弧物件3x over 2 等于4 然后这个你都要牵涉到分数哦 全部一起乘2咯 就是说你在这边一起乘2乘2乘2 然后你这个2 2月这个可以乘进去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你你可以选x 可是你选x的时候你要sub两次 ok来我这边我把题目改一下 哈哈 啊他加5y ok这边加5y 他就会变成等于 这个是6 ok这个是我equation1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有两种可能 ok 一种可能是怎样呢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呢 他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怎样 一种可能是 等一下我们在这一边 哈第一种可能 这一边我们有这一题 我有两种可能 我第一种可能是怎样呢 我第一种可能是 我写成 x 我也有写成y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写成y from equation1 我拿到的是y等于4-3x 这个变成我equation tree 然后我sub我的equation2 into我的那一个 equation3 into equation2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x2 然后4-3x 这个不要x2 这个可以x2 x2的话就变成x power3 你们没有学过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就会变成了 这个x4-3x 加5挂弧4-3x等于6 这样我要sub两次 我选x的时候呢 在这一边 他这一个呢 他y而已 ok 没有分数 ok 这一题呢 他是 呃 没有分数 可是 没有分式 分式 不是分数 然后可是 需要sub 两次 你expand 比较厉害的情况之下 你用这一种方法 就是说 你的那个 展开 呃 比较熟悉 的情况 选这个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个 呃 我们 我们 有 这样的东西 我把它写成 那个 from 等下 我看一下 这一边 这一个 这一个呢 他就是 呃 from one 你拿到的是 3x 等于 4-y 把这个 绑过去 刚刚是这个 绑过来 所以你的 y等于4-x 4-y over 3 这个变成 equation 3 你sub 3 into 你的equation 2 的时候 你的这个 就会变成 4-y over 3 成 y 加5 4加5y ok 你在这一边 加5y 等于6 so 你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你需要展开 只有一次而已 然后可是你需要牵涉到 分数 乘3 然后你的这个3 你就可以跟他月掉咯 这个3 3月 然后再跟他乘进去 这一种情况呢 是他有分式 有分式 然后 只需要sub一次 然后 处理 呃分式 比较熟悉 熟悉的情况 选这个 就是说你懂得怎样去处理这种有分数的 你就选这个咯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是这样的 就是说在这一边 我这一个 这一个的话呢 他很明显 你这个是equation1 这个是equation2 然后我fromequation1 我的y等于4-3x 因为我选成 这一个分式的情况之下 我xy我要sub两次 然后我x要sub两次 y也要sub两次 然后这样我选y的话呢 他是没有分数 ok 然后我就这样选y咯 所以 这个 这个变成equation3 然后 sub我的equation3 into我的equation2 的时候 我的x 4-3x 加3x 加5 4-3x 等于9 这一个我们 呃 都要sub两次 都要sub两次 选y 没有分式 ok 然后 这个是 是 这一题上面的这个呢 他是 什么 都有分式 都有分式 呃 选y 比较容易 展开 ok 都有分式 可是我们选y比较容易展开 然后 这个呢 就是 呃 选 y 没有分式 也 容易 展开 就是你自己在选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懂 哪里一个比较容易的 就是你的选择 有一些选择是会相对容易的 ok 然后 在最后的这一边的时候呢 如果我的这一个是 什么 他是 加2y 等于5的时候 3x 加2y 等于5的时候 我 选 x 也是要展开两次 ok 我选y 我也需要展开两次 在这边 我选x 选x 我有分式 我也要展开两次 我要放弃x 两次 我选y 我也是要展开两次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题呢 这一题呢 就是没有差 就是说 你选 x 或者 y 都有分式 然后 然后 都需要 展开两次 所以 感觉好像选谁都没有分别 可是我会选y ok 什么 个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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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 y 因为 分母 是 2 ok 就 两个都有分式 两个都要展开两次 然后 呃 可是你选x的情况之下 你的x会变成那个5-2y over3 你选y的话呢 他会变成5-3x over2 我不要相分母是2啊 个人喜好 这个你高兴就好 ok 但是这个不是强制的 就是说你怎样选 你都可以拿到对的答案 做对的话都拿到对的答案 只是 呃 有一些方法他就会比较快咯 来接着我们看第二题这一题 这个是我equation1 然后旁边这个是我equation2 你看我选x的话他有分式 我选y他也有分式 可是我选x有x2跟4x 我要sub两次 我选y就会比较容易 所以我把这个放过去 所以from equation1 我拿到的是5y等于11加2x 所以我y等于11加2x over5 这个变成我equation3 然后我sub我的equation3 他会into我的equation2的时候 他会变成x2加4x加2 11加2x over5等于-1 我全部一起乘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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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的这个月再乘进来 所以他就会变成5x2加20x加22加4x等于-5 所以我就有5x2加24x加27等于0 ok我把这个-5帮过来变成加5 他就变成27 我们可以省略掉的那个步骤了 然后接着在这边这个就等于0 等一下给我想一下啊 我有没有东西做错的嘞 呃对ok好 所以我在这边我有x跟5x 然后这个3927355 然后再加924 所以我的x加3等于0 我的x等于-3 我的5x加9等于0 所以我的x等于-925 然后我sub我的x等于-3 into我的equation3的时候 y等于11加2乘-3 over5 11-65 5 over5 1 然后我sub我的x等于-925 into我的equation3的时候 我的y呢 会变成11加2-9 over5 over5 ok 11加2-925 over5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呢 他就会变成11加2 乘-9 over5 然后再来over5 我拿到的会变成3725 等于3725 所以在这一边 我的x等于-3的时候 y等于1 x等于-9 over5的时候 我的y会是3725 就是这样 好 好 来接着这一题 呃 都有分次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y单独存在 我suby sub一次就可以了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一定是从linear那边变的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个是equation1 equation2 so from equation1 我拿到的是2y等于6-3x y等于6-3x over2 这个变成equation3 然后我sub我的equation3 可以into我的equation2的时候 等下我选错了 ok我选错了 我刚刚没有看清楚题目 ok 因为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是 那一个什么东西啊 他这个是y2 所以他是y2的话呢 最好我放y 我要sub两次 我还要square他 so我应该选x才对 所以这个是我equation1 这个是equation2 from我的equation1 我的3x等于6-2y 我的x等于6-2y over3 这个是equation3 然后我sub我的equation3 into我的equation2的时候 我就有2y2-7挂弧 6-2y over3 加y等于3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乘3.. 乘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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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月 然后月 所以三26 6y2-6742 加2714y 加3y等于9 然后我在这边 6y2加17y 这个搬过来 -51等于0 好 这一题它号码很大 然后我也觉得很大可能我是开不到挂呼的 所以我选择在这一边 我就用计算机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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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ation 然后degree 然后6 等于17 等于 negative 51 等于 所以我拿到的这个是1.825 ok 所以我拿到的答案是1.825 在这一边 然后过后呢除此之外 我还有另外一个答案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答案是这一个 ok 好 来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拿那个formula 我们之前有讲过 它的那个formula是怎样的formula formula是那个什么减 b 加减 square root b square 减4ac over 2a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y 等于 减17 加减 square root 17 square 减4 6 减51 然后over 2a over 2a 他在这一边 2乘以a 2a 这一边 2 6 所以你在这一边其实你这样写了之后哦 你就可以直接写答案了的 中间的那些步骤你可以不用写的 ok 老师只是要看你的那个减 b加减 square root b 减4ac over 2a 然后接下来答案你就可以直接写 他就会变成1.82 题目是讲要多少啊 trade decimal place 三个小数位 所以他1.825 然后还有这一个三个小数位 他这一边他就零 ok 所以negative 4.658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那个什么sub哦 我就可以sub我的x等于1.825 into我的equation tree 我的y就会是6-2乘1.825 over 3 来我在这边我教大家一招很神奇的方法 那个很神奇的方法就是你在这边你按mode ok 你变成你的那个普通的mode1 你变成mode1 普通的mode 然后你就挂弧 6-2alpha y 挂弧 4-3 然后你按完这个formula之后你按clc 题目后你y是多少 你放1.285 1.85 1.825 然后他答案就会直接出这个给你了 ok ok 0.7883 0.7883 ok 0.7883 7833 然后 如果你在这一边你刚刚这个按完之后 你再按clc多一下 他问你x多少的时候你放negative 4.658 然后他就会直接给你这一个 ok 5点多 他会给你5点多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就是clc很好用的一个功能 然后如果我们现在是用这个5701x的话呢 你看啊这个是6-2alpha y over3clc1.825等于等于4760 然后过后呢我们再来clc多一次 然后我放这个negative4.658等于等于所以他这个变成510533333 所以这个的答案呢就会变成了0.783 ok 然后我的这个y等于6-2x 呃negative4.658 over3的时候 他变成5.105 所以在这一边我就可以说我的x等于1.825的时候 我的y会是0.783 哎等一下啦 这个是y来的 然后这个是x来的 我这边放错了 这些是x ok 呃 啊这些我都做错了 ok so这个是y这个是y这个是y这个是x这个是x 这个是x 我sub我的y等于negative4.658 into equation3 所以我的x等于0.783的时候我的y等于1.825 然后我的x等于5.105的时候我的y等于negative4.658 好接着d的这一题我选x 我选x我要sub两次expand两次我选y 我选y 我选y它就有分数 但是sub一次 但是我觉得选x的 equation1 equation2 so from equation1 我拿到的是x等于10加3y 这个变成equation3 然后sub我的equation3 into我的equation2里面 310加3y乘y 加410加3y等于9 然后我们的这个3y乘进去的时候3y乘10 30y加339 9y2加40加12y-9等于0 所以9y2加42y加31等于0 ok 同样的 在这一边我的y等于-42加减 square root b2-4 a c 31 over 2 a -42 这样 ok好 然后在这一边如果我按mode1 就是mode equation 然后下一个equation quadratic equation 第一个 所以它是9等于42等于 然后31 等于 然后再等于 然后我拿到的是- 0.919 ok 好 然后 它也可能是下一个这边 这边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直接写 没有进位 所以它是-0.919 这一个进位-3.748 所以我sub我的y等于-0.919 into我的equation tree的时候 我的x等于10加3 成-0.919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x我按mode1 它是10加3 alpha y clc 和-0.919 和-0.919 所以我拿到的答案会是等于7.23 7.23 7.23 ok 然后 然后我再来sub我的y等于-3.748 into我的equation3的时候 我的x会是等于10加3 成-3.748 然后在刚刚的这个equation这边我按clc 然后我放那个negative3.748 然后拿到的就是等于negative1.2 那个2 14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拿到我的x等于negative1.244的时候 我的y会是negative3.748 然后我的x等于negative 不是negative它是7.243的时候 然后我的y会是negative0.919 好就是这样 嗯 xy 好接着我们看第三题 哎第二题第二题 他要我们sort simultaneous equation using substitution method 第一题他要我们用elimination method elimination method等我把所有的substitution的题目 然后交完之后呢 我才会去讲elimination method ok不然我不会讲elimination method give your answer correct to three decimals please if necessary 所以在这一边我写成x 和写成y都没有差别 但是我会写成x 为什么我会把它写成x呢 因为我这一边x直接放进去啊 这个是-2y 不要麻烦 所以我在这边from equation1的时候 我的x会是6-y 这个是equation3 然后sub我的equation3 into我的equation2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3 6-y 乘y 加6-y -2y 等于18 3y -3y 加6-y -2y -18 等于0 -3y y square 18-3y 加15y 加15y -12 等于0 所以我就有3y square-15y 加12 等于0 全部都是3的倍数 出y y出3 so y square-5y 加4等于0 ok 然后再来接着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开挂弧 在这一边就开挂弧 等于0 yy144- 所以y等于1 y等于4 so我sub我的y等于1 into我的equation3的时候 我的x等于6-1 等于5 我sub我的y等于4 intoequation3的时候 我的x等于6-4 等于2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有x等于5的时候 y等于1 然后还有我x等于2的时候 y等于4 这个是我的答案 养成习惯 最后的时候 你遇到这种题目的时候 他一定是有xyxy2 pair的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你看我放x的话 我需要expand2次 放y我也需要expand2次 但是我的y是没有分数了 所以我这边这个搬过去 这个equation1 equation2 so from equation1呢 我拿到的是y等于4x加5 4x加5等于yy等于4x加5 这个变成我equation3 so我sub我的equation3 into我的equation2的时候 我就有2x2加4x加5的square 减x加9 4x加5等于7 所以我在这一边他就会变成了那个2x2加16x2加40x加25 5-x加49 36x 然后再加45-7等于0 哇好长啊 这个我放在这一边吧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这个x2就会有18x2 40加36再减1 75x 然后25加这个6070 然后加63等于0 然后这个是3的倍数 这个是3的倍数 这个是3的倍数 然后我除3呢 除3的话就6x2加25x加21等于0 ok好 然后接着呢 在这一边我就有37216 所以我在这边我开挂胡的话 我就有等于0 我的x跟6x 然后我在这一边我就有3721 368加起来是25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x加3等于0 x等于negative3 6x加7等于0 我的x等于减706 我sub我的x等于减3 into我的equation tree的时候 我的y等于4乘减3加5 减12加5 减12加5 然后它变成减8 然后 哎是啊 减12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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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变成减7 ok 在这一边我就有减12加5 减12加5 减12加5 它变成减7 然后sub我的x等于减706 into我的equation tree的时候 y等于4乘减706加5 哎呀4x加5啊 在这一边 它就4x加5 然后clc 然后减3等于等于减7 在clc 减 那个 什么 706 等于等于1003哦 1003 所以我的x等于减3的时候 ok 我的y等于减7 我的x等于减7 706的时候我的y等于1003 好就是这样 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写成y要sub两次 写成x也是要sub两次 这样我在这边写成x是没有分数 所以from equation1 我拿到的是我的x等于1-2y 变equation3 我sub我的equation3 into我的equation2的时候 它变成1-2y的square-3y square 1-2y 1-2y 乘y 等于10 所以我就1-4y加4y square 记得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 然后刚刚这一边也是 这个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 这样 然后 减3y square-2y加4y square-10 等于0 所以我的这一个4加48 减这个就会变成5y square 减4减2它就变成减6y 然后减9等于0 所以我的y呢 会是等于-b 减-6变成6 加减square root 减6的square 减4 5-9 5-2 2 然后在这一边 其实我们可以用计算机直接 这样 这个mode 然后第5个equation 然后 第三个 然后它的a是多少啊 它的a是 这一边 我的a是5 b是减6 c是减9 5-6-9 5-6-9 5-6-9 所以5等于-6等于-9等于等于 所以我的答案呢 会是这一个2.06多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呃 negative0.8多 ok 所以它的这个的答案呢 就会是2点 敬畏 070 然后这个是敬畏 negative0.870 好 我sub我的x等于2.070 into我的equation tree 所以我的这个是y 不是x 这个是y y 所以我的x会是等于1-2 乘2.070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 它是 嗯 1-2 α y clc 2.070 0 不用写了 所以它这个是 negative3.14 然后我再来sub 我的y等于 那个negative0.870 into我的equation3的时候 我的x等于1-2 成negative0.870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这个是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这个是 呃 这一个clc negative0.87 然后我拿到的答案是 呃 2.74 ok 2.740 所以在这一边我可以拿到就是说 我的x等于negative3.140的时候 我的y 会是等于2.070 我的x等于2.740的时候 我的y等于negative0.870 这样 好 这一题它有分数 然后这个是nonlinear 这个是equation1 这个是equation2 呃 我把这个搬过来 so from equation1 我拿到的是 那一个2x等于8加3y 然后我的x会是8加3y over2 这个变成我equation3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会from equation4 equation2 我的equation2 我不要直接sub进去 我from equation2的时候呢 他分母有x有y 我这个我乘xy 这个我也乘xy 这个我也乘xy 我这一边xx越 yy越 或者是我不要讲from equation2 我就讲我的equation2 拿来乘xy 所以它就变成y-x等于4xy 这个是我equation4 so我sub我的equation3 into我的equation4的时候 我就有y-8加3y over2 等于4 这个8加3y over2 y 然后2 2 然后我在这一边 我全部一起乘2 乘2 乘2 整个整个乘2 然后我的这个22月 这个22月 然后接着我的这个4 乘进去 减乘进去 所以它变成2y-8-3y 等于8是32y 等于8是32y 加432y square 然后我要的是y square 所以我把这一些全部翻过来 所以我就有12y square 32加3-2 就33y 就33y 然后加8等于0 32-2加3 so我在这一边 我有32-2加3 然后变成33 对 所以我的y 会是等于-33 加-square root 33 square -4 12 8 per 20 -b 加-square root b square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 我们 这一边mode 第五equation 然后 下一页 quadratic equation 然后12 等于33 等于8 等于再等于 所以这一个会是等于这一个 啊 然后我们也可以下一个 他是这样 所以他会变成这个 所以他的这一个呢 就会变成negative 0.269 ok 诶 等下我好像有做错了 这一边 好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这个是y-2x 我刚刚这边写错了 y-2x 所以他是y-2x 所以他y-2x 所以他y-2x的话呢 这样就是说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变复杂的 ok 然后其实呢不需要这这么复杂的 因为他既然是y-2x的时候呢 他就很容易处理的 就我有这一个 y-2 8加3y over2 然后等于4 8加3y over2y的时候 4xy的时候 然后我这个跟这个月啊 这个跟这个月啊 这个跟这个月啊 所以我在这边减乘进去 这个乘下来 所以他这个会变成y-8-3y 16y加6y2 所以我把这一些翻过来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了6y2 加19y加18y 16加3 19-1 18y 然后加8等于0 所以在这边我其实可以去处理他啦 就是全部一起处2 就3y2加9y加4等于0 然后其实我也可以不用去处理的 我就直接用equation就可以了的 so我的y会是等于-b 那个-b 加-sqrt b2-4ac -9加-sqrt 9sqrt -4 4 23 这样 所以你看啊 在这边如果我刚刚的这一个我放6 18 和8的时候 我拿到的答案会是等于- 那个0.543 然后我也可以拿到的是-2.457 如果我在这边我放的是3 9和4的时候 我拿到的答案跟刚刚的答案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答案是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 这样他答案是一样的 所以我在这边我就可以拿到我的这个 y会是等于-0.543 还有-2.457 ok 然后我在这边我sub我的y等于-0.543 into我的equation 呃3的时候我的x等于8加-0.543 over2 ok 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这个mode1回到原本了 so他在这边他的equation是8加3alpha5y y y 然后over2 然后clc 我放-0.543 我拿到的答案是3.1855 545 然后过后呢 然后过后呢我在这边 我sub我的y等于-2.457 into equation3的时候 我的x等于8加3 然后-2.457 over2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这个clc 然后-2.457 然后拿到的答案是这样 ok 0.3145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x等于3.186 进位 我的y等于-0.543 然后我的x等于那个0.315的时候 然后我的y等于-2.457 就是这样 然后接着第三题这一个题目呢 他其实是这样的 他叫我们solve using graphical method 然后其实你有时间的话呢 你这三题都用刚刚的这一些方法来做 ok 然后除此之外呢 你还可以做的事情是怎样呢 就是说你要graphical method的话呢 其实很简单的 你用desmos ok 我们在这一边我们有这一个desmos 这一边这个 所以我在desmos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有这个是什么 x-y等于4 ok 等于4 然后这个是x2加3y-2x等于0 所以在这一边 所以在这一边减2x等于0 所以我的这一个的答案是什么 减4 然后减8 然后还有3-1 ok 所以我的a的答案就是 这个 ok好 这个是a的答案 然后 b 的答案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个是什么 -2x 然后加 y 然后等于 3 然后下面的这一个是2x2 然后-y 然后加 5x等于 negative 1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然后这一个是这样还有这样 所以他是减2减1还有0.5 4 ok好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graphic method 你画出来会是这样 然后接着呢 我们还有那个 呃 这个是什么 x加2y等于4 so 我有x加2y等于4 然后这一边 这一个他是 呃1 2 然后x2 -2y 然后等于 那一个 8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有-6 5 还有 4 4 4 0 OK -6 5 4 0 好 然后接着呢 d的这个部分 我这这个是什么 3x 然后-2y 2 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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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4 5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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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7 6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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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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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一边 这三题try this 3.2 的一二三题 接下来这个是应用题 还有比较复杂的那种题目 我们过后再来讲 ok